Hello,我是Bingo,欢迎收听Bingo新闻乱报BNN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其实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我的献客单字活用术 我们这边是用新闻故事作为背景,再用英文解释 让你立体认识新单字,让你不死辈又建立了母语人士的英文脑 而这样子的概念就是单字活用术推崇的学习方式 如果你想要更有系统了解单字活用术,然后成为SparkJoy的英文学霸的话 咨询员中就有课程连结,欢迎来试阅课程哦 Now, let's get started 第一个码学的单字是snap,突然的snap 上周我们聊到说,欧洲议会选举之中右派大胜 而法国也不例外哦 马克宏总统的执政党是偏左,所以是惨败 外媒是形容到humiliating,很羞辱马克宏的状态这个份上哦 结果马克宏采取什么对策呢? 他出人意料地做了这件事情 President Macron called a snap election after the EU setback 马克宏总统在欧洲选举惨败之后 突然解散国会,紧急举办大选 snap是突然的,快速的 election是选举 那为什么马克宏要在欧洲议会选举挫败之后 立刻举办国内的大选呢? 说实在里没有人确定啊,各种揣测 那我在猜,马克宏心里是不是 啊,欧洲大选输太惨啦 赶快,找个遮羞部,紧急大选,紧急大选,赶快开大选 才不会说,就是焦点都在他欧洲议会选举很失败上 当然至于会不会最后又选的一塌糊涂,他可能觉得不管了,赌一把,洗稿,洗丹灯 所以我们再念一次例句哦 President Macron caught a snap election after the EU setback 马克宏总统在欧洲选举惨败之后,突然解散国会,紧急举办大选 从这个新闻中,我们学到是snap,突然的,snap 第二个单字我们要学的是联盟,coalition 一起来南非的第一大党是非洲民族议会,这是个政党哦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这个政党就是当初推倒种族隔离的曼德拉的政党 可以理解为什么会这么有影响力 所以三十年来呢,都是在国会有过半的席次 一直都是执政的地位 但是今年ANC在大选之中,第一次国会没过半 那可能是因为人民失望了 在南非这边,白人少数仍然是掌权跟掌钱哦 所以呢,这次的选举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才落败 而ANC就必须跟其他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是coalition government coalition government 来造个句子 People have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 new coalition government 人民对新的联合政府有高度期待 ANC目前是透过coalition deal再度掌权了 也就是说,在其他小党合作之下再度获得权利 可是这对人民来说就已经算是新局面了 因为不是ANC,一党独大 人民是富与厚望啊 觉得说,说不定南非可以有改革 可是你看看台湾现在的立法院啊 理论上总是三党彼此制衡 选一下,民进党才不会太调掰哦 但实际上呢,蓝白早就利益勾结了 所以所谓的这个多党去彼此制衡 就一定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局面 我只能跟南非的朋友说 先不要想太多 我们再念一次例句 People have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 new coalition government and I hope they won't be disappointed 像不用失望哦 从这个新闻中我们学到的是 联盟,coalition 第三个单子是在校期间 During the school day 全美的第二大学区 在洛杉矶 这个学区呢,要禁止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老师说因为大家都不present 都没有活在当下 甚至都没有在互动 这些国中高中生该做的把妹 喊学长的这种flirting画面都没了 所以呢,老师第一次觉得这些画面很珍贵这样 所以老师就推动说 我们这个学区哦 不要让学生在上学的时候使用手机 而且会跟州议员合作 推动全州,整个加州都禁止 避免手机剥夺了学校的生活 Students will be banned from using cell phones During the school day 学生在校期间将被禁止使用手机 在校期间,上课的时候 就是During the school day During the school day 其实这样子禁止或是减少 小朋友使用手机的运动 在世界各地正在疯狂地吹起 英国也有类似的运动哦 因为他们担心说小朋友看到太多的色情跟血腥的画面 而且看到都麻痹了哦 我听BBC的专题报道 听到说很多小朋友都会说 他爸爸妈妈根本不知道他在看这些东西 而且他都已经觉得习惯了 所以呢,英国、美国很多地方都开始在禁止学生拿智慧型手机 可以看到说西方开始重视手机对小孩的负面影响 那这边我就要提出一个商业上的建议哦 Nokia是不是可以考虑重出江湖呢哦 趁机推出时尚耐衰的Dumb Phone 智障型手机赚一波啊哦 想当年我国中那只Nokia 超猛的耶 我摔到地上 电池都已经翘出来了 它只是那个通电处还微微的碰着彼此哦 我把它真轻的推回去 我的Nokia就完全没有开关机 它就好好的 就是维持开机的状态 所以 Nokia, this is a new opportunity 从这个新闻中我们学到的是在校期间 During the school day During the school day 先来背一下今天学到的三个单字 突然的Snap Snap 联盟Coalition Coalition 在校期间 During the school day During the school day 你想要持续提升单字量吗? 你只要每天收听Bingo的节目 每天学三个单字 你自然而然就会持续进步 You can do this 谢谢收听 我们很快更新下一集